你现在收看的是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香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由公民行动营基督资料库独立制度 我们透过人物的专访议题的整理还有新闻的回顾 带大家去了解到一些正义性事件 背后值得我们关注的议题 然后我们在看这些议题的时候 不是只有看热闹还能够看门到我们有YouTube频道 Podcast 比较欢迎大家能够订阅收听收看 当然期待你可以透过捐款的方式来支持我们 因为公众的捐款才能够让独立媒体走得更远更好 能够做更多更深入的报道更讨论 我相信常看我们节目听我们节目的朋友 应该都会知道我们会去介绍一些很好看的纪录片 或者是电影 在过去也曾经介绍过像台湾的人权影展 然后把这些跟社运跟这个所谓的社会变迁的议题 来跟大家做讨论 那在台湾其实我们看到最近这几年的影展 其实也也蛮多的 但每个影展都有他自己的特色 不过其中一个最受瞩目的就是TIDF 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 那今天就来跟大家谈这个介绍这个影展他的一些内容 以及他会准备要播放的一些影片 在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天 讨论的是影视中心TIDF影展统筹 陈婉玲 婉玲你好 老师好 大家好 谢谢婉玲来跟我们做这个影展的分享跟介绍 不过我想一开始呢 虽然我们蛮多的听众都知道TIDF 还是想要请你先来介绍一下TIDF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影展 OK 我们是一个在影展圈 就我在这个影展工作大概快要十年 然后我逐渐意识到原来我们在影展圈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意思是TIDF是一个双年展 就是目前以双年为影展的这样子的形式的影展 其实已经越来越少了 那双年对我们来说有一个好处是一年做了影展之后 因为影展毕竟是一个短时间高密集性的影片放映 影片量又非常大 那他因为毕竟基本上应该是实体放映 我们先不论疫情或什么的 那他能够看到的观众就是一小撮 比如说我们在搬在台北 那就是可能了不起双倍的观众一小撮这样子 那可能有些外地来的 所以双年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在影展的隔年 可以把影片带到各地去做巡回这样子 让这些影片可以得以延续 然后让更多人看到 那我们是一个以纪录片为主的影展 会说为主是因为其实 常常因为策划或者是一些构思的内容 我们会容纳一些可能看起来跟大家平常 所理解的纪录片不太一样的影片 它可能包含实验 跨界或者是甚至或许有些我们传统认知的剧情片 也会在这个影展播放 那同时我们也希望 不只是放映电影 就是说纪录片影展希望探讨的是真实的面向 或者是真实的呈现方式 以及纪录片这个片形的创意 所以它不见得是一个 我们必须要在戏院里面正经为座看的一个形式 我们也有很多小空间的 或者是不同的场所的放映 讨论方式 然后甚至有很多跨界的表演 比如说我们也有做过纪录剧场的演出 或者是说做现场电影的表演 比如说默片配音乐等等这样子的形式 那当然我们也持续在开发很多 不一样的呈现真实的方式 我想这个纪录片影展的放映 事实上是很多样很多元 例如说在台湾早期 现在其实也有了 就是台湾早期可能会是在这个咖啡馆 或是再回到社区 那当然在更早之前 这种像绿色小组 他们可能会是在那个街头抗争的时候 在这个群众运动的现场来播放 那会让这些影片 事实上是更贴近这个人民的生活 更贴近民众的生活 那当然这个纪录片影展 说实在在台湾的影展 其实也蛮多的 那每个影展都有它不同的特色 或是主轴 那TIDF的这个影展的特色是什么 它跟台湾的其他影展有什么不同呢 它的选片有一定的标准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可以回到我们 我们现在这个团队大概是从2013年 一直延续到现在 那在2013年 其实这个影展1998年就创立了 所以在前面的总共八届的影展里面 它经过两次的搬迁 然后经历不同的策展人 那一直到2013年之后 其实会算是跟我们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团队 在做这个影展的规划 那2013年我们进来的时候 就团队里面讨论出 就纪录片究竟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面向 或者是它究竟有多少面向 所以我们发展出一个 算是策划的核心概念 叫做再见真实 那这个词是多异性的 它再见可能有道别的意思 就是跟你意志的东西告别 那再见当然同时也有再一次见到 重新的相见 对对重新的相见 或者是重新的想象 去打破你原本的认知 那所以就是被在这个东西之上 我们去做了各个单元不同的规划 那除了单元架构以外 每一个影片的选片也都会去思考 它是不是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新的观点 或者是它是不是让我们在已知的 事件或资讯内有了不同的想象 或者是它有带来不同的叙事方式 那这个东西其实不管是故事 或者是剧情 我们讲剧情本身的多面向以及多异以外 多重意义的多异以外 也是纪录片这个片行 作为一种电影 它创作手法上的多异 或者是多样性 我们希望在整个影展里面去呈现这些 那你说有没有一个标准 我想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些 其实就是我们最高指导原则 可以这样说 就是从某个角度来讲 你们的标准就是超越其他的影展的标准 就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影展 它有它的主题 它可以以地方为主 它可能会以种族为主 它可能会以性别为主 但TIDF事实上 它可能的这个范畴 或是对纪录片的这个概念 它会跟其他的影展是比较不一样 就像你刚刚谈到那种所谓多样多异的 这种这样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则 那你刚刚也谈到说 这个TIDF事实上是两年的一次的这个影展 所以去年办了 那今年是开始巡展 那总之它就是同样的一个年度的一个活动 这一次的影展有什么样的一个特色 影片大概会有哪些的类型 我们在主影展的那一年的时候 应该大约会放130到150部片左右 那要带着100多部片去巡回 真的是比较困难的事情 所以通常巡回的规模的确会稍微缩小一点 那就是我们认为这一次的100多部片里面的精选影片 那这一次我们再去做巡回的影片 大概可以分成四类 那当然还会有一些额外的 那四类主要第一个最精彩的当然就是我们的得奖影片 就是从三个竞赛包含亚洲视野竞赛 国际竞赛跟台湾竞赛的影片 总共有十多部 那再来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TIDF精选 也就是说整个片里面 100多部片单里面有什么 它不见得是得奖片 可是它还是有非常精彩的 不管是剧情或者是说它的创作手法 或者是它带来新观点 我们觉得很希望观众不要错过 都会放在这个精选单元 那另外呢去年我们策划了一个 菲律宾独立电影的专题 总共有40多部片 那我们也精选了几部 把它形成一个小的单元 希望把这些影片带到更多观众的面前去 因为其实菲律宾跟我们很近 可是我们对他们的理解 其实一直都蛮单一面向 或者是非常的偏颇 那尤其是独立电影的创作 其实是台湾观众非常不熟悉的一块 有在看影展或是大影展的观众们 或许会知道比较大的导演 比如说Love Diaz 他的以前长的影片 那当然那些也都是非常精彩的作品 但是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非常多 在做各种不同创作形式的 菲律宾创作者 所以我们也希望把他们的影片纳入这个范围里面 让观众认识 那再来第四个单元会是 一个叫做记录记忆的单元 记录记忆这个单元是我们从2014年开始 规划的一个单元 它主要会去探讨 记录片拍摄手法的某一个手法 比如说我们曾经做过访谈 就是说以访谈建构的影片 或者是说以重演 重演这个形式 以重演建构的影片 那今年我们应该说去年影展 我们做的是 记录片里面最常见的档案影像的使用 利用档案影像去做的记录片 那档案影像当然我们会有一些既定的想象 它可能就是 我讲到一段历史 我就放一个那个时期的档案影像 然后让大家看说 那个时期长这样子 然后继续说我的故事 可是除此之外 其实还有非常多五花八门不一样的利用方式 那这也是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单元去呈现的部分 我觉得这蛮有趣的 你们谈到其种类型 例如说刚刚谈到菲律宾 它事实上我们知道纪录片 它通常会跟长民的生活是比较贴近 可是我们常常认识一个地方 认识一个国家 会是从一些所谓的主流媒体 或是某种的刻板经验 可是透过纪录片 我们就会看到 这个国家或这个地区 或这个群体 它有非常多样不同的面貌 另外一个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地方 就是你提到的是 在这个不同的纪录片里面 事实上有不同的叙事方式 有不同的美学 所以TIDF看起来并不是要告诉我们说 有哪些的纪录片 哪个地方 哪个故事 而是这种不同的故事 或是说故事的方式 可能会因为导演不同 因为这个主题不同 因为这个美学形式概念的不同 而有一些不同的做法 我想这也是TIDF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我们在看这样的一个影展的时候 也许我们可以多从这几个部分来琢磨 那当然刚刚也跟我们提到 在今年就会开始寻展 那大体上来讲 会到哪几个地方去寻规的演出 目前我们已经结束的是新装 其实影视听中心 目前就位在于新装 那我们也把新装算成一战 算是一个起点 算暖身吧 那也让双北的观众 在去年如果有错过一些影片的话 是一个很好的补课时机 那目前现在正在进行的在花莲 那主要会在花莲市的铁道电影院 做放映 那当然还会有非常多 跟不一样的艺文空间 或书店合作的内容 或放映 或者是甚至还有影像读书会 等等这样子的活动 那接下来还会有彰化 目前15号 也就是两天后就要展开的彰化的巡回 那会主要在彰化县立图书馆 就是在那个823牌坊旁边那间 对 然后当然这个地方比较特别 是我们同仁很用心 他我们其实走访了彰化市区 甚至彰化县几个乡镇 找了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比如说还有做了 我们去年还有一个单元 叫做百公图的展览 那那个展览很有趣 你就是可以去看那个展 然后他会有一些装置 让你随意的去播放 百公图里面的 短短的影片 他大概都是20多分钟的影片 那这些影片其实是 在应该是如果没有记错 应该是80年代左右 在讲述台湾的各行各业 比如说他可能有提到 画漫画的人 那或者是他有提到模特尔 模特尔在当时 可能是一个比较新的行业 或者是说DJ 他有访问一些DJ 那DJ是怎么样在工作的等等的 那会企图去打破我们对这些 或者是打开我们对这些职业的想象 那当然从我们现在的角度去看会有很多 我们现在已知的刻板印象 但是对当时来是不是不是 那我觉得那是一个 你在观看不同时期的影片的时间差 所产生的一个有趣的不同的认知 也是蛮好玩的东西 那接下来会 当然也会到嘉义 我们五月初的时候 就会开始在嘉义做讯演 那主要是在应八九戏院 这样 然后会有连续三天的放映 那当然跟二五成四十 还有永气书店 还有导户车店 都会有一系列的放映 跟讲座的活动这样子 那接下来还会到屏东去 屏东的话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屏东的总图 就是总图书馆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美的建筑 因为也是一个新的建筑 那我们也这次跟他们特别合作 然后在里面做放映 那当然也规划了一系列的相关的讲座 不管是在总图里面 或者是在各地的艺文空间 那最后一站会来到台中 台中算是TIGF的第二故乡吧 对 对 老师有在追音展的一定知道 对 对我们来说 每一年都在选说 要去哪些县市 唯一不能放弃的就是台中 我们一定得去台中 不然台中印尼会站出来 跟我们说 不行你们要回来 你们要回来 这样子你们什么时候回来 对 那这一次我们会 我们跟台中市影视发展基金会合作 会在中山73做放映 那因为73的场地稍微比较 数量 座位数比较少一点 所以放映的次数也会比较多 那希望大家都不要错过这些难得的机会 当然我们很期待大家可以实际上面到每个地方都去参与这个影展 那也许有些影展的展集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 他可能就已经结束了 不过刚刚谈到新庄影视听众心 事实上还是可以再做这些影片的观看 或是对这些影片的一些认识 那接下来我想要再请我们的这个婉林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来做这些讨论了 因为我自己也看过了其中的几部片子 所以我特地的挑出了几部的这个影片 我觉得非常有趣好看的纪录片 来跟大家做讨论 我想第一个要先请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文明会语这一本 这样的一个纪录 我刚刚讲说这一本 因为它事实上里头是有一些绘画 绘画的绘语言的语 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一部文明会语 这部片蛮有趣的 它就收录在我们刚刚提到的记录记忆单元 也就是使用档案影像做创作的单元 那这个单元在做规划的时候 我们一直在思考什么叫做档案影像 或者是我们有另外一个名词 叫做实得影像 found footage跟archive footage 那这个东西跟它被取得的来源 或者是它保存的状态 或者是它没有被保存的状态 有一点关系 那这部片很有意思的是 它里面我们所带到的档案影像的概念 并不是以前拍的东西 而是手绘的东西 像老师刚刚有讲到 还有一本一本手绘的东西 那这个故事发生在巴西 那巴西其实在80年代的时候 有历经过军事独裁政权的统治 那当时他们在巴西最有名的就是他们的亚马逊雨林 那那个时候这个独裁政权想要在亚马逊雨林建一个自由贸易区 那在这么大一片树林里面要建自由贸易区 你一定要有道路嘛 一定要有建筑物嘛 所以为了要开这些道路或者是建筑物 而大幅度的夺走很多原住民族的领土 那这个夺走就真的是夺走 它夺走的手法跟手段是非常残暴的 那这些原住民族也从来没有跟他们解释过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当时就发生了这件事 那后来有一批人类学家进到当地去研究这些原住民族的时候 他们因为其实他们不是讲葡萄牙语的吧 巴西普语 他们不是讲巴西普语的 所以这些学者跟他们语言也不通 那在这个初次认识第一次接触的时候 所进行的方式就是以手绘 叫做试制体验 让他们让这些原住民族想办法让他们了解 普语就是他们的巴西普语言的这个意义 然后同时也透过绘画去理解他们原住民族的文化跟历史 然后因为这些话如果大家有看片的话 这些话都看起来非常的童趣 很像小朋友的涂鸦 可是你越看你就会越发现有很多 有一点恐怖的内容 比如说刀子拿出来杀人了 或者是他们会提到 有一些东西就会开始重复的出现 然后就慢慢的这一段历史就浮现了 在当时军事政府军事独裁政府 夺走这些土地做开发的时候 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这部片当然议题上面是 我可能不能用有趣来形容 但是我们比较陌生的我觉得是很值得去了解 那另外一个是说这个创作者叫Anna Bas 她的作品其实一直以来都会跟档案影像有关 她的前一部作品叫历史拼本 也在TID也不放过 那这部片现在我们放了这个文明会语里面 她就拿到了这些当初试制体验的手绘的这个内容 然后她也到当地去做了一些实拍的影片 然后这两个东西究竟可以怎么样做结合 我觉得她在片中用了很多很有趣的手法 不管是并视电影或者是说互相的比喻 这样子就不会是一个对 这蛮重要因为我们一般来讲 看到的这个所谓的阿财这些档案 可能就是一些口述的记录 或者是一些文字的记录 可是这个影片不同的地方是 他让大家去画 然后在画的过程当中也说故事 那画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会有某种的这种 也许画的不是很好 可是他会有某种最真实 尽量的让他自己的这种感受给具象化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在影像处理上面 很特别很有趣的地方 当然我们一开始看这部片的时候 是看原文的嘛 然后我有看到标题 他的片名叫做阿皮耶米耶基 我们没有人理解这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随着这个影片 他后面就会慢慢讲到 究竟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 在影片结构虽然只有短短的几十分钟而已 它是一个很短的影片 但是他却有非常完整的结构 慢慢带出这个主题 然后让你感受到 当年实际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这部片子事实上是一个比较用 用实验片的这个方式来去呈现 这些阿凯这些档案 另外一部我觉得跟有一点点类似 就是黑的房间关于世界的创造与毁灭 他事实上讲的是一个在台湾 也许对白色恐怖会有一些些理解的 科技化老师的故事 我们小时候大家都会看的是科技化文法 那他在里头就真的用文法 他在里头真的用所谓的影片 然后用某种的重现的方式来去讲科技化的 遭遇 然后他不只是在讲那个 哇好像很恐怖然后好像悲伤 而是用里头的这些所谓的介细词 这些片语或是例句来讲的一个 让他觉得其实是非常沉重的一个故事啊 这部片我也是当时看到的时候觉得蛮惊艳的 那导演是洪卫林 那可能如果有一些观众或听众是比较年轻的 他们不一定知道新英文法这本书 以前我们在学英文的时候呢 这真的是基本上是一个圣经啊 就是你一定要看里面的一些文法解析 或者是单字等等的 那作者当然就是刚刚提到有名的科技化老师 可是因为这本书其实在1960年代出版 然后一直到现在台湾其实应该都还有在版 然后是台湾至今最畅销的文法术 那但是当年科技化老师却因为就是 就偏左派的思想而就是被当成思想犯 然后把他关到绿岛去 而且囚禁了非常非常久 虽然后来有放出来 但是毕竟一个人在监狱里面被关了17年 其实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所以对他的身心都有非常大的影响 那伟林就是导演他 当初其实是因为去参观了科技化的故居 然后也跟科老师的后代有接触 然后所以了解他的故事 那就开始想要讲这样的 就是讲这个老师的故事 那比较有趣的是这个影片 他其实一开始的起点并不是一个纪录片 他是一个当时2020年 在绿岛办了一个人权艺术季 那所以他当时这个作品 其实是一个录像跟装置的空间作品 OK 他在科技化老师 就是在现场的展场里面去展场 对对对对 他在绿岛监狱里面的某一间牢房 那算是可能就把他当成是科技化老师 以前被关的牢房 所以他把他做了一个布置 然后去呈现这样子的影片内容 我觉得是一个蛮有趣的手法 尤其当你真的历经在那个空间里面的时候 或许那感受性是会更深的 我觉得这本书 这部片很有趣的地方是导演 他以为是接受访问了 我把这一段访问连给大家 他说新英文法 虽然只是文法书 跟文学的地位好像落差 比方说想要去研究科技化 就会去读他的自传台湾监狱岛 家书的书信集小说诗歌 可是我们不会去读新英文法 我觉得如果要去研究 关于白色恐怖的文学 这或许是另外一种 这或许是另一种另类的文学 也是那个时期长大的台湾人的另类记忆 另类的集体记忆 我觉得这一段是非常非常有趣 就是对啊 我们去读要去研究他 我怎么会去读一个文法书呢 我怎么去文法书里面去找到 那个白色恐怖的这种 这样的一个意涵 或是那样的一种痛苦 或是那种记忆 而特别是他在里头用的 包括像介细词名词等等 这种不同的例句 哇 我觉得 这样子去把这个例句 我不知道是不是牵强 但是把那个例句找出来 然后把它串在一起 我觉得那个在技术上面 或在表现上面 是非常厉害的一个作品 对 没错 我也是其实在一次访谈里面看到 他提到就是 他跟柯奇华的儿子 当时因为他爸爸已经被抓去 柯老师已经被抓去了 然后他去看他爸爸去探监的时候 因为很紧张 所以他也不知道要讲什么 所以两个人在探监的时候 隔着那一层玻璃 在讲的居然是新英文法 就是说探监的时候 你没有 有点荒谬 对 有点荒谬 可是想起来 那个或许又变成他们 父子之间 或者是说他们两个人的 他们两个人这个小的家庭 跟这个时代背景之间的某一种连结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桥梁 所以导演把这个桥梁拿来做一种转化 让我们去接近当时柯奇华老师的状态 我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两部其实上都是比较属于实验性的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或是记录了某种的创伤的过程 或是创伤的记忆 那他跟很多的所谓的纪录片去谈 这个直接的冲击是不太一样的 你怎么去看这种用所谓的实验片的方式来去谈这一种悲伤的记忆 这一种所谓的可怕或者是那种整个非常暴力的国家的暴力 或者是这种种族暴力的这样的一个记忆呢 其实我比较佩服的是他选择这样的方式 当然这个方式非常的不容易 有的时候我觉得在纪录片 或是纪录片导演在创作的时候 会有一个迷思是他必须要真的很了解 这个事件或这个人的每一件事情 他才有办法去做他的创作 但是实际上我们永远看不到事情的全貌 我自己个人觉得这是一个事实 就是我们永远看不到每一件事情的全貌 所以你能够做的就是 透过你能够取得的资讯 或者是你能够理解到的资讯去做诠释跟推敲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有一点类似这样子的方式 也就是说他透过他对柯企画老师 或者甚至透过他儿子的口述 做到某一种程度的认识之后 然后透过新英文法去解析那个年代 以及柯企画老师实际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 我觉得这手法是很有趣的 那另外有一点是说 我觉得我这几年在纪录片里面非常常看到 是这种跨界的手法 有时候我们以前把它可能比较想象的是 录像的东西 或者是比较其他领域的艺术创作的东西 甚至是重演 这样子的手法 把它应用在纪录片的创作里面 有一个很有趣的体会是 我们需要去说一件 我们想要去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不见得直接说的体验 会是对观众来说体验 会是最深刻的 或者是最容易理解的 反而是你从旁边不断的去敲击 不断的去堆积 不断的去堆砌 那个最后的体悟反而是更深刻的 那我觉得虚构在某种程度上 其实是可以更逼近真实的 所以在后领导印的片里面 我觉得很巧妙的运用了 不管是这个重演的这个人 然后或者是运用了一些实际的元素 譬如说新英文法里面的内容去做结合 让他带出整个背后的故事是非常成功的 这很好玩 虚构或者是实验 它事实上其实是空间 就是它给你某种的空间 它不会直接的告诉你 你应该怎么样 它事实上是怎么样 而是它反而会透过某种影像的处理 声音的处理 或是画面的处理 让你去感受或是体会 或是沉浸到那样的一个 不管是接近事实也好 或是你的自我解读也好 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种呈现方式 我们要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还有好几部的纪录片 要来跟大家讨论 刚刚谈的是有关于刚提到的 像白色恐怖 那我们接下来 等一下会介绍的是野番茄 它事实上也是跟白色恐怖有关 不过它可能是更多 在台湾更大的讨论 最近还一直存在的 这种所谓的争议 因为还没有解决二二八事件 我们先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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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会去 我们先休息一下 由于予线 就在家里面前滚 以及百分钟 到家里面前滚 一会 踩着 一会 突然 gradually 加速 减一天 好久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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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再次回到餐單時光會客室 今天是節目的現場 我是主持人管中翔 燦燦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營 紀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有Podcast頻道 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當然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 來支持我們 在我們節目播出的這些平台上面 都可以找得到我們的捐款資訊 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 在台灣非常重要的影展TIDF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來跟我們一起聊天的是 影視聽中心TIDF的影展統籌 陳婉玲 婉玲你好 老師好大家好 我們剛剛有跟大家介紹 整個今年度的 包括去年的影展的一些 大概的內容 以及一些影片 其中我們談到的兩部片子 文明諱語以及K的房間 關於世界的創造與毀滅 接下來我們還是有幾部片子 要跟大家做討論 我覺得這些片子都非常有趣 都非常的好看 剛剛談到的是一個白色恐怖 當然白色恐怖跟它有關聯的階段 或者是這樣的一個政權之下的一些 這種所謂的衝擊暴力跟創傷 當然都是228事件 而這一次的228事件的這部片子 叫做野番茄 有趣的是拍攝這部片子的是一個 馬來西亞的導演廖克法 那為什麼廖克法會來拍這部 台灣228的紀錄片呢 我覺得現在可以或許稱他有 算是一半是台灣人 一半是馬來西亞 或者是他兩個都是 因為當然他也在台灣落地成根了 那當然因為他從念書時期來台灣 到現在其實待了非常久 那在這部片之前 其實他的拍攝母題一直都是馬來西亞 然後現在這是他第一部 真正以台灣為題材的紀錄片 那或許他作為一個新的台灣人 或者是比較不是在這裡現場的台灣人 就是他透過這個影片的製作 去了解台灣的一個方式吧 我想這部片子叫野番茄 其實你可能得要在看影片的時候 才能夠知道為什麼叫野番茄 不過我想我們這邊可以跟大家破個梗 或者是這個裡頭 就是講的是一個228的政治受難者 這個林怯的女兒 她的這個叫林采黎 她有一天在跟她媽媽 應該是跟她媽媽去掃墓吧 然後她看到媽媽非常悲傷的在掃墓 就是她爸爸 那但是她事實上在旁邊吃著野番茄 然後她覺得那個滋味 是有點的酸酸甜甜的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影域 從小孩子來看 她有這個她好像吃了一個東西 她覺得很開心 可是她其實又告訴我們吃起來是酸酸的感覺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這部片裡面 它建構了很多人的部分 我的意思是說 其實我們也看過很多其他228的影片 或是白色恐怖的影片 當然很多也都是在講人或事件 那這部片裡面又貼又 或許比較補充 或者是說置入了更多 他們或許在228以外的人的面向 去抓起野番茄的滋味 或者是說 有些人他可能有些不一樣的喜好等等 棒球等等 這樣子的東西 去讓他人的部分更加的立體 可是其實這些事件或是這些心情 背後都還是會反映出 他身處於那個時代或這個時代 的時候的某一種 不管是無奈或是感受 或是像剛剛講的酸酸的一些感受 我覺得是蠻好的部分 也就是說多了這些人的部分 其實讓這些片中的人物或角色是更立體的 就是你不會只知道他作為 比如說受難者的後代的這件事情 或者是我們家好慘好苦 或者是說事件後的生活是多麼的慘 然後或者是我爸爸 或者是我爺爺奶奶 或者是我的家人是怎麼樣死的 就是這些事件都是繼承的事實 當然我們會一一的在影片裡面 或許會聽到一些 可是留下來的遺族或是留下來的後代 他們實際上是用什麼樣的方式在生活 以及他還有什麼樣其他的面向 或是方式去說這個故事 我覺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覺得這個片子從後代的角度來講 是一個很重要 因為我自己在節目當中有訪問過 這個白色恐怖的受難者 受難者的家屬 那這個家屬其實他會覺得說 白色恐怖對大家講好像是一個歷史 好像是一個過去 可是對他而言 這個白色恐怖的這個結果 還是在影響他整個的家屬 包括他自己在精神上面 也受到這種長期 因為父母親白色恐怖的 所造成的壓力跟創傷 我覺得這部片子其實蠻重要的 是讓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 就是說這個事情其實是還沒有解決 我不要以為它是一個歷史故事 我不要以為好像每隔一陣 大家都拿出來炒 其實不是的 因為這個東西還是存在 他必須要好好的去面對 好好的去處理 好好的去回應這些受害者 不只是受害者本身的這種傷害 而是家屬 甚至對這個土地的一些集體的 這種傷害跟基 都是需要好好的細緻的去處理 這部片子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他的空井特別的多 他的所謂的空間遺址特別的多 為什麼廖柯發要從這些空井 要從所謂空間遺址的這種 比較長鏡頭的這種方式 來去講這個白色恐怖228的故事 其實台灣有非常多類似這樣子的遺址 不管是民間的個人的 或者是軍事遺址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流到現在痕跡越來越少 那可能老一輩的人 或者是比較早的人 他們有這個記憶 所以可以認得出來 或者是辨認得出來 但是我們這一代或者是更晚 我們沒有真正經歷過 因為像我其實是80之後出生的 就是我們沒有真的經歷過非常恐怖 或者是非常緊張的那個時期的時候 或者是甚至 以前隨時在備戰那個時期的時候 其實很多東西對我們來說是陌生的 那我覺得透過對於這些空間的凝視 然後搭配片裡面的故事 其實你更可以去理解那個時代的 氛圍或者是說那個時代的狀態 或者是那時候心裡可能會想的事情是什麼 我覺得那是很有趣的一個方式 空間它雖然是靜止的 可是它其實可以說很多很多故事 我們剛剛都在談這個台灣的故事 那當然我們接下來要到是香港 香港要來介紹這部片 說實在我非常非常的喜歡 叫做《憂鬱之島》 《憂鬱之島》 當然在香港上月的時候 也引起了一些討論 因為可能政治立場不同 或者是對歷史的理解不同 會有一些不同的論辨 或是不同的看法 《憂鬱之島》 我們可以看到在台灣 不是在台灣 我們可以看到 在香港的反送中運動 或者是甚至更早的雨傘運動之後 事實上出現了非常多 有關於在談這兩場運動的紀錄片 那《憂鬱之島》跟其他的在談這兩場運動的紀錄片 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呢 我覺得運動這件事情的影響層面是巨大的 那所以在運動的那個當時 或者是運動剛結束 或者是你說它有結束嗎 就運動剛開始的那一段時間 所比較容易看到的影像都是運動本身的影像 就是說在運動現場的 然後這些人如何去做抗爭 他們如何去躲避 然後如何從某些地方逃出來 譬如說如果大家有看過李大圍城 或者是在領立法會的話 他們是如何在做這些攻防 那個東西我覺得是比較運動本身的 可是運動過後 或是那些比較激昂 或者是比較高峰的事情過後 其實還有非常非常多的思考跟沉澱 那我覺得《憂鬱之島》算是一個去回顧 因為其實你說雨傘革命 或者是說雨傘運動 它不是香港的第一個大型運動 其實從非常非常早以前就有了 那我覺得陳子環也就是導演 他想要透過《憂鬱之島》這部片去講的 並不是運動的本身到底是什麼意思 而是說在歷經這麼多的運動以來 香港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香港 以及香港人是什麼意思 什麼叫做香港人 或許我們稍微倒帶一點點 回到剛剛我們前面講的野番茄好了 《憂鬱發導演》曾經說過 就是身為台灣人 或者是我覺得身為任何地方 任何國家的人 是複雜的事情 因為這個社會裡面有非常多的歷史文化 背景脈絡 讓你成為了這個個體 然後這個個體是複雜的 那同樣的事情 香港也是 我覺得香港尤其是 過去不管是英領時期 或者是後來回歸之後 甚至在英領之前 這整個 這塊 它不是一個小島 它是很多小島 或是它這塊地 是如何的組成 誰來組成 其實是非常非常非常複雜的 所以我覺得這部片裡面 透過從六七八東那個時候 一直到文革六四 然後九七 然後一直到反送中運動的 這一整個脈絡裡面 找到了一些關鍵人物 過去的曾經參與的 以及現在的曾經參與的人 讓他們在片裡面 透過一個很特別的方式 有所交會 那你可以去知道 香港人 或者是香港這個概念 究竟是怎麼樣被形成的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厲害的手法 因為與其就是說 我覺得香港怎麼樣 我覺得香港人就是什麼什麼 他透過這樣子 兩個世代 或是多個世代 互相交錯的方式 去慢慢帶出很多很多的想法跟觀念 我真的非常喜歡這部片 因為去年的金馬影展 金馬獎 我大概五部路有看過四部 如果是評審 我一定會投這一部 真的 當然我不是說其他 其他我也有訪問過 我也覺得很棒 可是這部真的是很厲害 可是他沒有辦法得獎 也許他不是那麼的紀錄 所以不是那麼的所謂的純粹的紀錄 在裡面 剛剛提到紀錄片的表現手法很多 他包括重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表現方式之一 所以剛剛提到說 在這部片子裡面 他其實這個跨越的時間很長 包括六七暴動 這也是在影片後來上映之後 引起最多爭議的地方 那還包括這個 剛剛文革 或者是上六四 或是九七 那包括這個雨傘運動跟反送中 所以你會看到不同階段的香港人 每一次在面臨到一個運動的時候 他事實上 不只是面對本地的政權 或是所謂的各式各樣的外來政權 他也在面對的是本地認同的一個衝擊 但是有趣的地方是 他用所謂的重演的方式 他用角色扮演的方式 讓不同的運動者 特別是所謂的反 反送中時代運送走 回到不同的階段裡面 然後去演當下的 他可能是一個六七暴動裡頭 被抓的這個年輕人 或者是他可能是 在這個六四運動裡頭的抗議者 然後讓他們在這個重演的過程當中 在這些扮演的過程當中 去進行對話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手法 而且是一個很難很難處理的 一個議題跟方式 嗯 我也最佩服的 其實也是這個部分 因為當然陳志文導演的前一部片 《亂世備忘》也在TI店放過 那當時看這部片的時候 我就已經也蠻喜歡的 然後因為 反送應該說 雨傘運動之後 其實有非常多的影像產生 那我們也看了很多 然後我已經看到有一點害怕 在看運動的影片 不是說我沒有辦法直視 而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已經有一定程度的消化了 好像需要更多 或者是把它更深層的 或是拉到某一個高度去看這個東西 那我覺得這影片做到了這件事情 對 那這是第一個 在敘事或者是說觀點上面 我覺得有做到 那第二個事情是說 在拍攝的手法上 我也覺得非常厲害 那 他透過像剛剛講的 可能歷經過六七暴動的人 以及現在正在進行 歷經過雨傘運動的人 他們去做飾演的時候 然後甚至他也曝露這個重演的過程 他會讓他們兩個一起去 訴說他們彼此經歷的是什麼 那雖然是不同世代 他們認知的我是香港人 可能是不一樣的意義 或者是說他們認知的香港 是不一樣的地方 或者是不一樣的想法 那這個東西中間的交錯 有重疊有相反 那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的討論 那還有一個我也非常佩服的地方 是那個簡潔的流暢度 我覺得然後在那個重演 跟現在實拍的影像 那個接點也都蠻有意思的 譬如說我覺得印象最深刻 應該是開場那個 在維多利亞灣裡面游泳的 對那邊真的是起來的時候 我整個雞皮疙瘩 哇接到這裡 對那當然後面還有很多 那我覺得這是他非常非常厲害的一個部分 我真的這部片子 他在除了在TIDF之外 在台灣還會有一些巡演 然後陳導演好像也會再來做一些對談 如果有計畫 我真的很建議我們的觀眾朋友 聽眾朋友應該來去看 就是你會看到的是不一樣的社運片 因為其實在紀錄片裡面 其實社運片這個類型事實上非常非常的多 可是能夠好好的來談社會運動 然後好好的來談人 然後來好好的去談不同階段 因為不同階段的人 他或許都有他自己的理想 不管你能不能認同 他都是他的理想 或是對社會的想像 那社會運動 他本來某種程度上 就要促成社會對話 我覺得這部片子相當的程度的是把這樣的一個目的 特別在影像當中 做一個所謂的communication 做一個對話的過程 然後讓大家可以去瞭解 原來我們在看的這個問題 他事實上是有不同的層面 不同的這種可能性 接下來這部片子也是很好玩的一部片 叫做北降七 北降七就是我們很熟悉的阿瑤 阿瑤這部片子最特別的地方是 他自己的配音幾乎沒有配音 然後這一次的地方 就是他最厲害的地方 地方的虛擬方式 他的口白 他的配音很厲害 可是他這邊沒有 他當然聲音有出現 可是他是完全不同 他的表現方式 有點像這個很早以前的一部作品 叫帶水雲 我覺得我也很喜歡帶水雲的這部片 就是他可以用一個比較安靜的方法 然後用某種的美學 出造性的美學 或是某種細緻性的美學 去談那個災難 或是那一種生活的處境跟面貌 其實 來請說 老師請問沒關係 好 我應該想說 我就是帶水雲的一個 就是這部北降七 一個很有趣很厲害的地方 為什麼阿瑤會用這種方法 來去說自己的家鄉 這個北降七就是北門 將軍跟這個七谷 他自己家鄉的故事 其實這個 要先稍微證明一下 其實阿瑤不是這個地區的人 他是後來才搬去的 但是因為他在那邊住了十幾年 所以這個地方某一種程度上 其實變成了他的家鄉了 他現在就是在那邊定居這樣 那因為剛剛提到帶水雲 是在雲林口湖拍的 這個片子其實跟北降七的行程 有一點點關係 他在拍帶水雲的時候 然後當時就有思考到 或許我有一天也可以拍我住的七谷巷 這樣子 因為他原本不住在那邊 他2005年才搬去的 因為那個帶水雲 我記得是雲林縣政府的一個案子吧 但是後來他應該就是有一個結案的 但是他應該也有做成 就是他自己的這個作品 然後實際上這個作品也獲得蠻多獎項的 對 那當然就像老師剛剛講的 其實大部分的觀眾 一種現在比較新的觀眾 認識他可能會是從大佛福拉斯 或是從薛曼納斯來的嘛 那那個東西我覺得是他創作生涯裡面的一個 比較不一樣的嘗試 但其實我認識的黃信瑤 其實一直都是從紀錄片開始做創作拍攝的 那他的紀錄片作品其實也有很多很出色的作品 所以說像剛剛的《戴水雲》 或者是後來也2011年有《沈梅之島》等等的 其實也獲得 對對對 其實也獲得台灣是《多格拉斯棉》 我超喜歡那一部 《多格拉斯棉》 那是我的第一部黃信瑤的片 我非常非常喜歡 對 當然柯塞海先生前陣子過世了 對 那好,回到《北上七》好了 我覺得《北上七》算是一個他在 比如說劇情片的嘗試之後 然後又回顧或者是回到 去看他自己的生活方式 或者是生活空間等等的 那他怎麼樣去凝視這個他的 我們稱他為新的故鄉好了 然後甚至或許有一種新的鄉愁 就是說他對這個地方的情感 情懷以及思考 那這個東西就像老師剛剛講的 其實裡面沒有太多言語 他不需要去說說 啊,我就是很喜歡這地方 我都來這裡散步 然後我喜歡吃這裡的什麼 其實他不需要去做這些事情 透過那些很長的鏡頭的凝視 你可以在裡面觀察到 他對這個地方的喜愛是什麼 或是他對這個地方的觀察是什麼 然後以及他跟這個地方的關係是什麼 那當然這些很長的鏡頭的凝視裡面 其實就會有非常非常多的事情在發生了 有人走進來了 或是裡面有人說話了 或是有一些其他的事件發生了 那我覺得那個東西都是很有意思的 那另外一個點是說 這部片其實拍了12年 就是他大概他大約從09年開始拍的 所以他大量的呈現 這些空景跟人類的活動足跡 那這些事情其實是各自獨立 但是也會互相影響的 那所以我覺得透過這個 一個一個場景之間的轉變 其實你也可以去思考說 這個地方到底跟我們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雖然我們不見得住在這裡 所以有人說 這是把這個北降氣這三個地區給封存下來 這封存下來 我們節目也討論過在七谷那邊開始在做光電 或者在台灣很多地方在做光電 不管它是一個細湖 或者是它是一個農田 光電一直一直的在蓋 那當然光電裡頭就會有很多的 可能污染的問題 或者是會對於整個台灣的傳統的 這種所謂的農業會造成很大的影響 而這部片子其實是把它某種程度上面封存下來 而且這部片子我覺得還有另外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是 他跟他以前的一些作品 不管是多格拉斯 多格威斯麵也好 或者是剛剛談到的這個虎爛三小也好 他事實上是跟他的對象是有一定的距離的 他不是靠近他的對象 而是另外一個就是好像一個陌生人 或是一個旁觀者 在看這一切的發展這一切的變化 我覺得這可能就是他一貫的習慣的距離吧 我覺得每一個創作者都有自己習慣在 就是說他即使是在鏡頭後面 甚至在鏡頭前面 他都有他習慣跟他的背色的一個距離 那這個背色可能是人 可能是空間 可能是世界 那我覺得這可能或許是 他不一定有意思 但是他長久以來就是這樣子做下來的一個狀態吧 那或許這個距離也是他能夠最好說出他想說的故事的一個距離吧 不會太近 有點若即若離 然後但是中間又帶有一些曖昧性 我其實是蠻喜歡的 那個關係是很有趣的一種關係 那剛看的是阿瑤的這個曾經 應該講說阿瑤的居住的這個環境 他的這個某種類型的這個家鄉或是故鄉 就是北降氣這三個區域 台南這三個區域 那我們接下來要來談的是另外一部片子 也是跟導演的這個家鄉故鄉是有一些關聯的 就是2020的一場雨 他事實上也拍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這部片子的導演是也是一位緬甸人 來跟我們介紹一下這部片子 應該是李永超導演 他的一個很有趣 我覺得也非常好看的作品 當然永超導演其實這幾年非常的多產 他其實在拍攝2020年的一場雨的同時 還有另外一部片叫二人之殺 那在這之前當然還有很多短片的創作 那其實這部片的形成跟疫情有一點關係 因為疫情擴大了 所以當時他回到緬甸家鄉的時候 其實是什麼事都沒有辦法做的 因為疫情很嚴重 所以他沒辦法外出去多拍什麼 所以呢 等於是一個很好的機會去看自己的家庭 而且同時也去回顧他在過去七年裡面 所拍攝的各種影像 他的創作的脈絡 然後等於是我覺得有點像是對於自己的人生 或是對於自己的創作生涯 加上家庭的一個回顧 所以對我來說這部片其實是非常個人的 可能沒有到私密的程度 但是我覺得那個裡面的情感 其實是非常深厚而純粹的 這樣說好了 那總之他就是回到了緬甸 然後因為疫情沒有辦法做太多事 所以跟家人的相處時間很多 所以也把信仇拿出來對著家人 那我覺得比較有趣的部分是 他其實一直都在 應該說他的創作母題其實一直都是緬甸 那甚至楊子細一點可能是緬甸的他的家人 然後是在做玉石工作的 花玉石的工作這樣子 那所以他累積了非常多的素材影像 那在這部片裡面的回顧也會一直在不同的時空中跳躍 有的時候會現在 然後現在可能到某一個狀態的時候 他會剪一段他過去可能相應的一個東西 那你就會知道這個東西在時間的變化裡面會是怎麼樣子 那另外一方面其實他 像剛剛我們有提到阿瑤導演他有對空間等等的凝視 那這部片裡面也有很多對家裡面的空間的凝視 然後或者是對家人的 對家人本身的凝視 那我覺得比較有意思的是說 他是一個很有生活感的片 抱歉 對他是一個很有生活感的片 就是家人做的所事 或是家人在家裡無所事事的樣子 他們相處的狀態 他們的距離是什麼 然後在這一些相處 或者是說他們言談之中就會講到 最近發生了什麼事啊 我哪一個礦場怎麼樣了 或者是說 外面現在疫情很嚴重 他們那天什麼口罩又什麼什麼的 就非常日常生活 對對非常日常生活 可是又反映出當時的社會或者是時空脈絡的背景 那裡面其實甚至還會講到 譬如說像他們有講說 有一段路每次都沒有修好 就是台灣也有人會說 選舉的時候才在修路 然後他們也是 那段路就沒修好啊 最近又要選舉又開始講說 這邊要怎麼樣怎麼樣 那其實就是在這一些家常或者是日常的對話裡面 你可以去看到整個他們的村莊或者是說緬甸的某一個社會的縮影或者是切片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意思的角度 比他直接去說啊現在疫情怎樣 我們都沒辦法出門拍什麼什麼的 呃來的有我覺得是更多更多層次的 那他其實你去看他的鏡頭語言其實也是非常的敏銳的 他在不管在簡介或是他擺的鏡位上面其實有很多都會有對於裡面的人物的狀態或者是這個家的狀態的比喻 有些隱喻或者是有些前後的呼應等等的我覺得都非常的巧妙 雖然是一個關於個人關於家庭好像很私人的東西 其實有很多是我們即使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我覺得都可以感受得到的 這部片子剛剛呃特別談到有這種時空上面的這個時間上面的一些跳接的方式 那我覺得這個跳接的過程很好玩就是你彷彿在那個跳接的過程當中看到有一些改變 但是也看到一些都沒有在變就是那個那個狀態還是一樣 那你可能你有時候你沒有去看那個臉啊 例如說沒有看到小朋友的頭髮長出來 或是裡頭的他的弟弟啊 他的主人他的弟弟的頭髮不一樣 沒有想說這再次從一個時間拍的嗎 那這是一個非常非常有趣的地方 就是那個日常到好像每天都是跟往常一樣 那可是這個往常裡面有一些很細微的改變 那他他絕對不會是一個很日常的生活的紀錄 他是把他相前在整個這個跟中國的關係上面 跟緬甸政府的關係上面 例如說他們要去幫助中國打工 或者是要到台灣打工 或者是他們要回到這個 在裡面有些讓我覺得還蠻驚悚嗎 或者是某種震撼的畫面是在採礦的時候 那個玉石那個礦山整個塌下來 然後這個去採礦的工人死了多少人 然後甚至屍體是排在那邊 然後拍攝下來 我覺得那個是從一個很個人的這種生活經驗 家庭的紀錄去連結到那個大的這種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政治經濟 或者社會環境的這種裡頭 不管是銜接或者是一個對話的過程 我覺得這是紀錄片一個非常有意義的地方 嗯 裡面其實真的是會有 你可以看得到很多他過去創作的脈絡 包含像剛剛講到在礦場的這些影像 然後這些影像 因為其實他自己的親人就是做這個行業的 他立體 對他立體 所以這件事情其實是跟他貼的非常近的 但是這些影像我覺得就 又會有另外一層意義 就是說他不是一個無關的外人去拍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跟他的家人相關 那我覺得他看的角度也就會有點不一樣 然後你甚至 就是說他有一個鏡頭我一直印象很深 是他們就挖那個在商業開採的時候 其實不是徒手的 他還會有機械 那機械去開採的時候 當然便機就會比較大 然後就會有很多廢土 然後那個廢土其實會做在某一個地方做青道 那青道的時候 哇你就看到有幾百個人等在旁邊 要去等著挖那個廢土有沒有 對有沒有剩下他們遺漏的一點點的那些玉石 因為挖到一小塊你就可以有很可觀的一小筆錢 去做某些事情 然後那個卡車後被貨抖還在燈 然後在慢慢清掉下來的時候 那個人之渺小 其實那一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對 這部片子裡面談家庭的關係 事實上跟神人之家一樣 他是可以很接近很親近 然後但是他不會是 不會是只有談家的關係 是拉到整個社會脈絡 我覺得這是這部片子 很好看很有趣的地方 那我們剛剛已經跟大家介紹 這一次的這個影展的幾部非常棒的紀錄片 當然絕對不是只有這幾部 這是我自己看過 我覺得很有趣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地方 最後想要請教 就是為什麼看紀錄片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為什麼你們覺得要去推廣這樣的一個紀錄片 的這種觀影跟所謂的影像的教育呢 我回到我剛剛我從我自己來好了 因為我不是念這個科系出身的 我其實是中正畢業的 然後我是念氣管的 然後所以我的世界跟紀錄片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那當然也是因為一些因緣機會 看到一些紀錄片 我慢慢接觸到這個片型 他發現他跟我想像的其實很不一樣 那到那那時間快轉到很後面的後來 我進入了到了這個產業 那他甚至就是他變成了我的職業之後 我看到我有機會看到的東西更多 那對我來說 我這可能十年或十幾年來的體會是 我透過紀錄片可以看到這個世界有很多的虛假 我說的是虛假 對但是也因為看到了這些虛假 我更明白這世界上有很多我沒有想像過的真實 就是這些東西不見得是一體兩面的 他有非常非常多的面向 然後跟我原本所理解到的這個世界是有落差的 那這件事情對我來說非常迷人 因為永遠都有我不知道的事情 或者是有我沒有想過 對於這件事情沒有想過的角度在訴說著 那另外一方面我覺得紀錄片是一個 對我來說他某種程度上也是電影的起源之一 我們不敢說他就是 但我覺得他是之一 那他也是非常多電影手法的開創 或者是說實驗的基地 就我剛剛講的 就片是一個非常自由的片型 所以他在影像的創作手法上 一直以來都可以帶給我非常多的驚喜 不管是我們裡面有充演 有各種打影像 或者是有很多不一樣的敘事手法 等等的一直以來都是很好的實驗場域 然後去發展出更多的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他的重要性是 他在電影或是電影史上的地位上面 是有非常大的比重是非常重要的這樣 的確你特別剛剛講到真實跟虛假這件事情 這個是一個非常有趣 而且是一個重要的比喻 因為他真實他可以襯托出虛假 因為這個世界太多的虛假 他必須要真實的記錄 來讓我們去面對這樣一個虛假的問題 今天非常謝謝來談我們這樣的一個 這個TIDF影展的介紹 那接下來應該還會有一些活動在進行嗎 就是剛剛前面其實如果有提到的一些 我們接下來會在 其實現在正在花蓮彰化進行 節目播出的時候應該是花蓮彰化進行 那接下來當然還會有嘉義、屏東跟台中 那在整個四五六月 在中部南部非常非常的豐富 所以也很希望大家不要錯過 因為真的都是同事們精心規劃的 我們也一直都很希望 紀錄片不是只有影片放映而已就好 對我們會希望他有更多的討論 所以也盡了很多努力去找當地的學者 專家等等的人來談這些影片 所以這是一個很好的觀影機會跟體驗 那也希望大家不要錯過 非常謝謝婉玲來跟我們分享這麼棒的片子 也希望大家有機會能夠多多的去看 TIDF影展或是其台灣其他的影展或紀錄片 謝謝婉玲 希望下次會再來跟你請教討論一些其他的問題 謝謝我們下次再會拜拜 謝謝老師拜拜